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二年 老当义壮 宁以百首之心 穷且一奸 不醉青云之志 万户上兮 生也焰 百辽何日 更朝天 长安有男儿 二十 心以朽 薄三尺微灭 一句书生 柳宗园被卷入了一场波绝云归的政治风暴 公元805年 大唐的祖孙三代皇帝 在一年中先后入主大明宫 成为帝国的主宰 而他自己则被赶出朝廷 沦为一名罪臣 当柳宗园筑立在屈原曾经游荡过的洞庭湘江边时 他与千年前的那个怀抱天真理想而获罪的诗人 仅获得了相通的感受 先生之貌不可得惜 有仿佛习文章 脱一边而叹窥席 换余涕之银矿 从人生的苦难中 淬炼出动人的诗意 这似乎就是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必经之路 如果没有永贞革新 柳宗园的人生很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 在三十岁那年 他出任监察御史旅行 成为虔诚似锦的政坛新星 与他同时晋升的 还有和他同榜晋世 只比他年长一岁的刘雨昕 此时参加了四次科举 四次博学红词科考试的韩玉 经过多年曲折的攀爬 也抵达了监察御史的位置 在御史台 三人常常聊到如何改变国家现状 就社会问题 所以朝廷大事各执己见 各性的不同没有影响三人的友谊 改革是那个时代有理想的年轻人 共同的目标 不过到了第二年 当韩玉因为一篇 玉史台上论天汉人击状 上奏揭露经兆引礼时隐瞒灾情一事 被贬折为广东阳山县令时 在漫漫长路中 他却对这两位年轻的同事 柳宗元和刘雨昕心生嫌隙 因为他们非但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很快拥有了风光无限的权力 韩玉被贬官的时候 韩玉就觉得 皇帝怎么就会因为我这么一封上书 就如此的暴怒 那不用问了 肯定是李时在皇帝面前 尽禅言了 那这里边有个问题 我作为御史官员 我给皇帝的上书 李时是看不到的 那谁告诉李时 把矛头就对准了柳宗元和刘雨昕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第一 自己在上书之前 草稿给这两位朋友看过 第二 你别看李时 是个坏宰相 但是李时对柳宗元和刘雨昕 反倒是很器重的 私交还不错 因此韩玉怀疑 泄密是从这两位朋友这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不排除柳宗元和刘雨昕 是被冤枉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极有可能 也不是什么李时禁禅言 就是皇帝本人勃然大怒 不管怎么样 客观现实就是 三个人的友谊的小船翻了 公元805年正月 庞德宗驾崩 太子李宋在一年前就以中风偏瘫 但还是在几位亲信的驾服下 有惊无险地走上了皇帝的宝座 史称唐顺宗 史称唐顺宗 在此之前 李宋已经在太子的位置上 苦熬了26年 几度差点被废的他只能收敛锋芒 与陪他下棋的棋代照王书文 陪他读书的太子世书王丕 悄悄网罗在朝中 没有背景的青年才俊 规划着老皇帝死后的政治革新 柳松远 刘雨昕 与他们一见不顾 两人愿意追随这位 在当时并不得志的太子 为了实现大唐的忠心 赌上一把 随着唐顺宗的成功 继位 革新派的改革锋芒所向 直指专权的宦官和割据一方的翻阵势力 史称永真革新 这群充满梦想的革新派 也以继日地谋划着大忌 如醉如狂 柳松原被升迁为礼部圆外郎 专管诏书和奏章一类重要事物 这个国家需要改革的问题太多太多了 后来负责修传这段历史的韩律 在《顺宗实录》里这样写道 王书文与刘雨昕 柳松原等数十人 定为死交 尤其是刘雨昕和这个柳松原 这两个人可以说在永真革新当中冲在前头 那么这个永真革新呢 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一个是打击宦官 先是霸宫室 霸无方室 这个不说 而且停了一部分宦官的俸禄 并且他们建制当时宦官专权的基础 神策军 神策军原本是唐朝边防军当中的一支 结果后来落到了宦官的手里边 而宦官把这支神策军 变成了自己宦官专权的一把利剑 二王八四马采取措施 就是要把这个军权 逐步的从宦官手里边给夺回来 如果唐顺宗身体健康 那么这个改革也许能够持久的进行下去 顺宗的病症 使得他对正常上朝接见官员 已经有心无力 新唐书中记载 太子即位 朝廷大义密册多出书文 尹宇熙及柳宗园语尽忠 所言必从 当时人们不敢直呼其名 诗称二王 柳柳 那一年柳宗园三十二岁 就已经开始去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柳宗园和柳宇熙步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时候 韩玉依然在广东阳山坐着县令 此时满报塞情的经兆尹李石已经被撤职 因批判他而被圆扁的韩玉 却迟迟没被召回 于是他写下这样一首诗作 同观尽才俊 偏善流与流 获律与延谢 传之落冤愁 朝堂中对流流的不满和猜忌并不少见 在很多人眼中 他们不过是凭借着一点点的运气 就获得了别人几十年也无法触及的权力 当时那个政坛确实是一团糟 稍微有点正义感的人 都渴望能够做点事情 但是未必都有这个机遇 那刘宗元跟刘雨昕遇到了这种情况 王毕王淑文对他们俩的赏识 在政坛上 我得到了重用了 我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想的人生价值了 为了报答之欲之恩 那就啥也别说了 卖命都行 此时的柳宗元只有满腔的参政热情 但革新派的行动很快就遭到了反击 革新派的改革行动 有个巨大的短板 顺踪偏瘫的身体 这个破绽很快被利益受损的宦官和藩镇抓住 他们以皇帝身体不佳为由 拥立李纯为太子 绕过二王向顺宗施压 这立即成为革新派的巨大威胁 他们极力反对策立太子 但顺宗此时的身体状况 根本无法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顺宗在继位之前就已经中风了 而且由于身体的问题 所以顺宗平时不打理政务 他经常让自己的一个妃子 牛昭容 还有另外一个宦官给自己传话 这种情况之下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顺宗没有足够的精力体力 去支持二王八四王 当时朝中有一个意见 就是你看 这位皇帝虽然是刚刚几位 但是你瞧着身体半身不随 这能长久得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有个当务之急 要立太子 更糟糕的是 王淑文的母亲在这时突然去世 按照规定 他不得不辞官守丧 革新派 革新派彻底失去了首脑 这一年七月 宦官和藩镇要求太子监国 八月只当了几个月皇帝的唐顺宗 被迫将地位善让 成为大唐第四位太上皇 李纯正式登基 史称唐献宗 唐献宗这个人 本来就是相当有才干 而且他也对 这个藩镇割据这种事 是深恶痛绝的 但是这里边 有两个核心关键问题 第一 唐献宗在身为皇子的时候 就讨厌二王的这个为人 当然了 我必须得指出 当时讨厌二王的不止他 很多人都讨厌 二王的出身不正 这个形势或者跋扈 或者贪比 这个的确是令人诟病 第二个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献宗在身为皇子的时候 和宦官之间就关系非常的密切 在立太子 以及自己当皇帝的这整个过程当中 他是被宦官 可以说是全力托举的 也就是说没有宦官 就没有他 所以说对于唐献宗来说 有些态度是要站在宦官这个角度 加以考虑的 所以他对二王八四马 极度的不慢 因为二王八四马改革 有一个方向 就是要隔除宦官专政 从这点上来说 唐献宗的上台 应该称得上是宦官集团一次反击的胜利 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 一共维持了一百四十多天 以高调的政治理想开始 以革新者的惨败结束 当初对策立太子持有意义 早已让唐献宗对王淑文 极其同党怀恨在心 他即位后的第三天 就迫不及待地 对革新派加以贬触 王淑文和王丕最先被贬离京 一个月后 柳宗元和刘雨昕等革新派成员 也都踏上了远匾之路 这个失败的原因 挺委屈的 你二王手里边没有太多的实权 重用的这些人 年轻人多 有政治激情 有政治热情 但是策略性不足 你跟那些太监们 跟那些反正们 他们手里有兵 他们手里有权 你做个文人制定的政策 人家不执行 你又能如何呢 有点拿着这几个孩子 拿着几个真心改革的人 做了实验了 有点这个意思 柳宗元本来要去邵州任此事 虽然路途闲远 好在还算一州之长 但就在赴任途中 新一轮的惩罚又追了上来 柳宗元加点为永州司马 柳宇熙加贬为朗州司马 其他几位革新派要员 也全部加贬为远州司马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二王八司马事件 他就是流放嘛 只不过这个流放 还给你份工资 还给你找个活干 为啥 那个时候人少 人才少 一年招那二十来个人 这都是人才中的人才 这个司马到了地方上 他不是主官 上面还有大领导 他本身是待罪之身 所以他说个什么话 也没人听他的 你想他就是在朝中 他就是一个改革的年轻人 没后台 撵到地方之后 剩下的只有委屈了 确切地说 柳宗园的官职 是永州司马 园外制同政园 没有公屋 更没有官社 专为贬折出京的官员设置 当柳宗园带着年近七旬的母亲和家人 跋涉三千多里 颠簸至永州的治所零零室 只能寄居在城内龙兴寺的西乡房里 折居寺院的生活是平静的 家人所住的西乡房空间狭小 仅有一扇北窗 光线阴暗 潮湿闷热 于是柳宗园在西边的墙上 开了一道门 门外修了一道有栏杆的长廊 站在长廊上平澜而望 能够扶揽日夜奔流的萧水 眺望连绵起伏的群山 在折居龙兴寺的时光里 或许柳宗园也曾片刻陶醉在这 远离官场的世外桃源中 大唐的永州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荒僻小州 仗义例行 人们居住的房屋 多用漫山遍野的竹子为建筑材料 虽然经济实用 但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容易发生火灾 柳宗园所住的龙兴寺 发生了好几次火灾 火势一起强倒污灰 他们一家逃命出来 狼狈不堪 柳宗园的母亲卢氏出身书香门地 一辈子都住在繁华的长安 如今年过花架流落南荒 这让柳宗园如何能不痛心自责呢 明智的人不会沉沉于过去的事 这是母亲宽慰她的话语 柳宗园小时候到处逃难 那妈妈自然是一直在身边跟着 后来到永州任官期间 妈妈是义无反顾跟在身边的 我有的时候就想 因为柳宗园俩姐姐 然后她是哥一个 妈妈可能也没有办法跟着俩姐姐 跟着儿子 那这就等于是给柳宗园带来了精神支撑 妈妈的善良 让柳宗园能坚持自己应该坚持的东西 首先你社会认可不认可 妈妈认可 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什么道义 母亲的教诲让柳宗园终身铭记 就算在汹涌的幻海中跌至谷底 她也不曾有一刻放弃自己的信念和立场 更何况 永真革心里施行的政策 都是为了政治亲民 百姓安居 并没有错 她把自己的万千执念 凝结成眷勇的真言 心儿不救 虽死忧游 由于天气潮热 却已少药 在抵达永州半年后 柳宗园的母亲 在病痛中与世长辞 她尚有告命在身 曾被封为河东县泰君 按照唐朝礼制 丧礼应当庄严隆重 不过这个时候只能将就 这个名义上的永州司马 实际上却如同囚徒 没有朝廷许可 不能离开永州半部 就连母亲过世 灵鹫需要运回老家的祖坟安葬 她作为家中独子 竟都无法亲自护送 临车远去 而深独持 人躺在开 而目不见 故求穷迟 遗失迫失心怀 苍天 苍天 尤如 是也 十三年前 父亲病故 七年前 妻子杨氏 敌氏 才过儿历之年的柳宗元 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死别的痛苦 只是这一次 只是这一次 格外刻骨铭心 柳松元得了严重的疲病 行则稀颤 作则避避 但他只能靠自己硬撑下去 革新派的领导者王淑文被宪宗赐死 王毕也病死在了贬索 西年交友的朋友 都已咬如黄鹤 即便是亲友 也因害怕受到牵连 连书信也不敢写 谁会愿意赌上自己的前途 去沾染一个得罪了当朝皇帝的罪人呢 折居永州的第五年 柳宗元十岁的女儿因病离世 她出生在柳家长安的祖宅 名叫河娘 来永州后就一直生病 小小的河娘对佛祖说 佛我医也愿意为义 但即使改名为佛弊 她的病也没有好 永州地处南方很少下雪 但有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大雪来得猛烈又突然 漫天飞雪越过武岭覆盖南越树洲 截然一身的柳宗元 在这无边无际的寒冷和孤独中 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千山鸟飞菊 晚季人宗敏 古中苏丽窝 独掉寒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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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江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